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就是 这个 你在存档的时候 记得 要压缩 很多时候大家像你如果是刚刚的群形 你直接贴档的时候是不是调整大小 但是有做裁切的有没有 那你的简报档案就是比别人大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那么大 可是你要用那么大张进来 档案就是比别人大一点 还有就是说 有一个情形就是 平常你在做简报 可能会有一种需求就是 我要用Email穿给别人 对不对 那你的简报大小 请问大概多 有没有超过10Mbps或20Mbps 有时候有 尤其是什么情形你知道吗 把那个数位照片的档案有没有 直接插入 数位照片如果你是500万像素或甚至上千像素的 一张要不要 三次Mbps 来个20张 那你 简报就特别大 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到会怎么样 假设你要传给别人 那么 你可以在储存了之后把它选择 变成web画面 因为预设是在列印的 解析会比较高 但是如果你是要传给别人你可以做缩小 所以各位 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 你们拿到的版本 我后面的档名后面都有加一个 S 有吗 雅如有注意到吗 我好像两个都有给你 还是我忘记了 那你看一下 事实上我给各位的 你在这边的时候 比如说像 这个 我都会有一个就是S的版本 有发现吗 你看档案大小 这个 跟这个 这个没有差很多 因为我里面普遍 没有用太多就没有差 但是 如果说你的 尤其是你用数位像 你会比较大的直接贴进来的 那个一定会差很多 那么你可以从这边 在存档的时候呢 就注意一下 从这里 另存新档的时候 您看一下 在工具里面的 有没有一个压缩图片 那这个呢 你就按一下选项 您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 它存档的时候 会进行基本压缩 这是一定要的 再来就是 如果你有做裁切的 它会把你外面删掉 你有裁切的 因为我们事实上裁切 它可以复远回来 那 你 真正用这种方式 的时候 它就把你 就是连外面都弄掉 还有就是在解析度的部分 有没有变成荧幕的 那你了解吗 这样档案也会变小 因为预设是在列印的 所以解析度会好一点 解析度好 代表一些档案就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您透过这个方式可以减肥 但是 如果 您要保留您的原子档 最好是用另存 因为这样一做过之后 品质就稍微比较差了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 为什么我给你们都会有X的 因为这样你们比较好期待 如果要传的话比较好 比较方便 这个是 您在这边的时候呢 可以留意一下的 好那再来呢 请问各位 会有音乐播放的问题吗 或者反过来说 有时候你会不会收到有些人寄给你的简报档 一打开就有音乐在播放 有 那一种就要用这个 事实上 如果你用2003的版本 它的格式就一定要是WAP 但是我发现2007以后的版本你也可以用MP3 也可以用MP3 所以没有关系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 你的音乐档案 不能超过5Mb 你超过5Mb 他虽然是5万 但是后面是Kb V是小的V bit 所以大概是5Mb左右 会比5Mb再小一点点 因为我们是1024 所以 这个地方 你可以从 那个选项里面来找 也可以从另外的地方 另外一个 在 看一下 所以给 各位的简报里面我有放 我先问一下各位好了 平常你在做简报的时候 会不会用到下面这个备忘 有吗 因为有时候 怕忘记 所以才要用那边 那您看一下 我在这边我有写一下 这里 有没有2007的位置 所以你打开我简报有些我会在下面有做一些 就是 备注说明一下 你可以从这边也可以从声音 假设你已经把声音 查进来了 在声音的 选项里面有个音效档案上线 你如果从这里改 是以后整个 简报统统都会受影响 如果你从这里改 只有那个物件受影响 所以哪一个都没有关系 您看从这边 假设你要一劳永逸的 就从这边准备里面 有一个叫做 选项里面的进阶 选项选项 发 诶 改到 准备 诶 那不快 转发 消息 感谢观看